余磊作品 好的 咱们继续学习《总景录》来看原文 不知色深外自 深河虚空大地 闲事妙明真心中悟 譬如成青百千大海弃之 为任一伏欧体目为全朝 穷尽迎博 如等皆是谜中被人 如我垂手等无差别 如来说为可怜民者 释迦牟女佛说呀 凡夫众生太可怜了 我们呢 一切众生 由自己的身体为单位开始放大 然后到这个山 河 大地 整个地球 地球还不算 太阳 月亮 无量大的宇宙 其实这无量大的宇宙 也不过就是我们本体里面的一点东西而已 释迦牟女佛说 为什么我们用功不能正德菩提呢 太可怜了 两腿一盘 闭起眼睛在里面搞鬼 佛说让我们放开 你能够放开放掉 整个宇宙也不过就是我们本性当中的一个水泡而已 可是这一切众生啊 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气之 如果和我们的本体本性来相比 太平洋 大西洋 印度洋 也不过是一个很小的小水池而已 华言经里面把我们一切众生的本体称为华言性海 这里的海是一个形容词 本性无量大 结果一切众生把自己的这个本性的性海给丢掉了 只认了水面上一个小水泡 那我们的身体呢 不过是水面上的一个浮沫 你说大海中那么大 大海中一个水泡算什么东西呢 但是我们不行 我们看得很牢 你不要碰我这个水泡 碰我我肯定揍你 我这个水泡重要 你的水泡不重要 而且把自己的这一点小水泡当成了宇宙 还自以为自己天下独尊 然后合个掌还说你们都得拜我 我罪大很可怜 所以佛陀说呀 如等即是谜中被人 你们都谜了 而且是加倍的谜 我们个个本来是佛 自己认不到那个大的 专看小的谜掉了 然后在谜中还要打坐 在谜里面找谜上加谜 加倍的谜 如我垂手等无差别 佛陀说就像我的手 自然垂下或者举起来 都是我的手 愣言经上 佛呢把手垂下 问阿难 这个垂下的叫什么 举起的叫什么 举起的拿起的 放下的都是我的手 可是颠倒众生就是这样 这样看叫什么 这样看叫什么 定义就模糊了 迷糊了 佛陀说呀 心物一元的心性之体 涵盖乾坤 包括了整个宇宙 宇宙这个词呢 是科学上的名词 在观念上 我们可以说是 无量无边的 说无量无边 你也可以说是 有量有边 因为三千大千世界的 这个宇宙观念 既然有三千个 大千世界 那说明还是有个限量的 这里面是借用 宇宙这个词来说明 无量无边的大宇宙 整个宇宙也不过 就是我们本体心中的 一点浮沉而已 很不起眼 所以其实我们不需要 闭上眼睛打坐 守着这个像尸体一样的身体 在那做很多幻想 把这个认为是自己的心性 大的不去认 反倒把小的抓得很牢 比如说吧 面粉是麦子磨成的 麦子没有变成面粉之前 它的能既没有形象 也不居于任何一处 结果我们没有从这个立场去想 就把一个馒头 当成了面粉或者麦子 而且坐在馒头里面 自己觉得是盖天盖地 不知道天高地厚 还洋洋得意 释迦牟尼最后给我们一个定义 如来说为可怜民者 一切众生因为认不得这个道理 认不得自己的本体 所以是最可怜的 如上所说 见性周变 湛然似尽长明 如空不动 万象自分出没 一性未曾往还 在楞严经上 佛陀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个道理 一切众生的能见之性 是无所不在的 圆满周变 像一个大的圆的镜子一样 它永远是清静的光明的 好比就好像在高山顶上 或者飞机上 看太空一样 万里无云 如空不动 这句话是个比喻 像虚空一样不动 咱们读佛经 往往在这个地方就会上当 其实虚空在动 虚空不是不动的 整个宇宙都在轮转 只不过动得太大 你眼睛感觉能到的范围 好像不动 比如说你坐在 我坐在家里 我坐在这个房间里面 你说我动了吗 我好像没动 我没动 和地球在转 地球不仅自己在转 同时还围绕太阳在转 十分钟前的我 和十分钟后的我 坐的位置在宇宙当中 肯定不一样了 但是为什么咱们感觉不出来呢 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都不动 你就认为不动 比如说你坐在一个非常 开得非常稳的高铁上 把窗户都拦上 你看不到周围任何参照物 它开得也没有声音 你也觉得自己没动 一小时后你早不知道跑哪去了 我们在这里也是这样 而整个虚空也是这样 你说虚空不动 其实虚空也在动 不过动得太大了罢了 所以咱们学经典 往往很多人容易上当 就在这里要特别留意 比如你翻译真如 我们很多人就把真如 看成一个死板的东西 如空不动 如是一个借用词 告诉我们是个比喻 不要上当了 万象自分出没 一性未曾网还 万有的现象出没 也就是生死生灭 好像这一下生那一下死了 百千万念都在一瞬之间 它只不过是时间空间里的万象变化 而万象本身没有自性 它自己分别出没生灭 但是能生万象的自性 它没离开过 生不带来 死也没有散灭 咱们的这个万象的 后面的这个自性 如如不动的在那儿 永明言寿禅师 让我们体会这一点 往下看 但随生灭之源 以此妙明之性 是以一切祖教 皆知见性实心 不从生因之所生 唯从了因之所了 把万象之体和用 分辨清楚以后 它又告诉我们 一切万有的启用 一切万有的启用 依它启 随生灭之源 生灭是轮转不停 所以叫轮回 永远不停的变化 佛学对因缘 讲的是因缘法 是一个现象 比如说易经 中国文化有一本书 叫易经 易经的观念 就是变化 所有东西都在变 你摇出来了摇 它就要变 这个摇 有一摇变了 就变成另一卦 所以易经的这个宗旨 易经的观念 就是变化 佛说我们被生死迷惑了 跟着生死的现象跑 忘记回来找自己 所以就抛弃了 我们本来妙明的本性 是以一切祖教 皆知见性实心 有名颜兽禅师说呀 所以呀 一切祖师教育的方法 不过就是指出了 要我们如何见到自己 生命本来的本性 认清楚此心 起心动念的作用 那什么叫悟到了的 什么叫成道了呢 怎么叫悟了呢 从教理上来说两句话 不从生因之所生 唯从了因之所了 这个就是才能说明你悟到了 咱们学佛修道做功夫 一定得注意这两句话 一般人打坐念佛做功夫 其实下意识上 都在求这个生因之所生 都在求这个 求生因之所生 那就说明你不可能了道 不可能悟到 我们总是会觉得 多用点功夫 道就来了 这就叫生因之所生 如果真如自性 能够修得出来 那就跟世间的房子一样 盖好了要修 不修就坏了 那怎么叫不生不灭 不增不减呢 那岂不是有生有灭 有增有减了 所以这个是现象界的事 做功夫今天做得好 明天做得不好 那是境界变化 是生灭 但是能让你做好 或者做不好的 那个本体 从来没动过 所以咱们要找的 这个了道 悟到的这个本体 不是从生因之所生 只是从了因之所了 你想求一个 生因之所生 那不是悟到了 真正的本体 只从了因之所了 一切完了 一切了了 了不是没有 咱们之前跟大家讲过 了不是没有了 你一说一个了字 早就已经不了了 换句话说 所谓一切空 不是你去空它 你说你打坐做得很好 心境很空 那是一个意识境界 是个假空 你那个意识 还是生因之所生 并不是了因之所了 自性是本空的 所以咱们要记住 不从生因之所生 唯从了因之所了 那怎么了它呢 我们来看这个 像是一个外在境界的现象 外在的现象是很粗的 一般人的 一般人的学佛修道 喜欢被现象给骗了 比如说吧 咱们多数人学佛修道 有两个目的 一个呢 是想要身体健康 求个长生不老 第二个呢 有很多人嘴上 说要求真理 不要神通 可是只要一玩神通 各个都高兴 各个都想追求神通 想要看个前世啊 想要未卜先知啊 想要放个光 冒个火呀 和神仙沟通啊 嘴上说不求神通 一说玩神通 还是很喜欢 这个都是在声音 在相粗 都在往这方面走 因为相粗易变 相粗 现象界的事 比较容易看得清楚 很直观 我给大家举例子吧 有的人跑到我这来学习 一开始他总得想 于雷身上 于老师身上 总得带点什么神通 带点什么仙气 来着学了时间长了 光听我在这讲课 他就会有 有的人会生出一种 错误的知见 他说我于老师 我听你讲这个课 我到底能不能解决 我生活上的实际问题 他认为解决不了 他为什么认为解决不了呢 是因为他总是在理上悬空 而不把理拉到自己生活上来 你的理不再到生活上来 解决不了问题 不是老师的问题 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没有把那个你听到的理 学到的理 抓到你生活当中用起来 你用起来问题自然解决 因为他不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他听着听着就觉得 于老师你讲的不能解决我的问题 张老师的能 为什么呢 张老师呢 他给我画个符 给我念个字 给我拍拍脑袋 给我加摆个水晶球 我感觉我的问题就解决了 注意是感觉 我感觉我的问题解决了 为什么他会感觉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呢 就是因为他呢 他的心好的是相粗的这一块 他喜欢看到别人给他 给他搞一个相出来 比如说吧 哎呦我最近好倒没有 来问我 我说你好好念念心经 念心经他觉得太抽象了 你送念心经 他觉得怎么能转运呢 太抽象了 念着念着自己又觉得累 你去找张老师 王老师 李老师 来吧来吧 你花八千八百八十八 怎么样啊 你花了八千八百八十八 我给你烧个大船 我把你的冤亲债主啊 给你送走 你是不是运气就好了 他一定是 快八千八百八十八 交出来 转账 烧吧 然后在那 哎呦 这个船烧了 冤亲债主赶紧走吧 他看到了 他想要看到一个相粗 看到一个很粗的 这个外在现象界的东西 冤亲债主是你烧个船 就能送走的吗 你烧船 冤亲债主就往船上上吗 但他认为 心里得到了这种安慰 他感觉好像问题解决了 因为他能看到 在鱼雷这又不烧船 这鱼雷这啥都没有 到那又有 又有 又有这个给你烧船的 然后呢 又有这个给你跳大神的 又有给你干嘛 你什么的温馆 你交钱过来了 我们都替你代劳 余老师让我自己念地藏经 多累呀 我交钱吧 交钱让何人给我念 有那个老师 有那个专门念的 他们 你交钱 他能给你送念 你自己的问题 你自己肚子饿了 他吃饱了 你能不能得到 得到饱呢 诵经念佛 宵夜这些事 那是谁做谁得的 我告诉你念 是让你自己把饭吃到肚子里 结果你花钱找别人念 你说这个人多便宜啊 别人给我钱 我还送了经 我还消了业 这多好呀 说句实话呀 要这活我也能干 你们说你们来找我 怎么办 余老师我没时间 没时间给我钱吧 把钱交给余老师 余老师替你念吧 你看多好 钱交到我这来了 地藏经我还念了 你不给我钱 我平常也念 所以世人愚痴的人 他不懂得这个道理 他总是想要眼睛来看到 你给我画个符啊 你给我烧个船呢 你给我摆个水晶球啊 总是要在现象界上抓 这里面讲的叫相粗易变 比较容易看得到 要不为什么民间的巫婆神汉 比较受欢迎呢 他就善于抓住了众生 这种相粗易变的心理 他知道你想干嘛 你来到这儿了 你就是想求一个心理安慰 咱们大家都明白 这个人一定是遇到了不顺利 才想到这来 所谓找人看事啊 找人干嘛的 所以你一来 他肯定知道 你有事 你肯定有不顺利 你要是适适当当的 又赚钱又发财 是吧 生活顺风顺水 你不会跑到这来找他的 所以你但凡来找他 你是算命也好 看相也好 看事也好 他就知道你有不顺利 那你想干嘛呢 你想求顺利 你要么事业不好 要么想赚钱 想发财 要么老公出轨了 要么孩子不听话了 就这些事 没有太多事 要么有小人背后搞你 他们见的人多了 看的人多了 你来了啥事 大概是什么事 你是男的是女的 大概有什么事 一看他大概知道了 然后就再给你来点 吓唬吓唬你 比如说你来我这 我说是不是最近 有点小不顺呢 那肯定说是 你什么都顺 不会来我这的 要是个女的 他就开始猜了 最近是不是 这个 夫妻感情不太顺利啊 哎呦 大师真准 就是这么个事 女人一般来到这 大部分是这个事 不是老公的事 就是孩子的事 大概就是这些事 男人一般都是 事业财运的事 所以你看 哎呦 大师你说的真对 你讲的真准 如果你说不是呢 你说是不是老公的事啊 他说不是 不是就是孩子 你肯定对 太年轻的就一定是谈恋爱的事 年纪大的中年女性 不是老公 就是孩子 要不就是在单位里边被人挤对了 然后怎么办呢 吓唬吓唬你 你最近呢 你现在身上有东西 你有一些不好的磁场 我看到了 我看到你身上有东西 哎呦 太害怕了 怎么办的大师 怎么解决呀 怎么解决 我给你做个做堂法事 给你烧点东西 可能一堂还不够用 还送不走 得多做个几堂 做个三堂五堂的 你去找 找那个谁吧 找我助手 把钱交上 赶快做 还得抓紧时间 做完就好了 去找助手 助手说多少钱呢 我得做 大师说我得做三堂五堂的 一堂还不行呢 那一做三堂五堂 给你打个折吧 正常来讲 我们这都是八千多 八千八一堂的 你这个能做五堂 给你打六千六一堂 哎呦 我的妈呀 这家五堂五六得三万多呀 你这三万多算什么呀 人家这 你看看我们这记录的 这有十万八万二十万的都有 我们大师这忙得很 你今天能看到 这是你的福分了 然后马上给你唱 给你跳 给你烧 弄一套 实际上从佛法的角度上来看 有没有用 从世间法现象界的来说 你能讨一个心理安慰 不能说完全没用 因为有的人他就喜欢这种忽悠 你不忽悠他 他觉得你不好 就是我给你讲真的 我给你讲真的东西 有的人觉得 这余老师不太行啊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你忽悠他 他觉得你好 你真的忽悠他 你告诉他说 你怎么样 你化解冤金赞助来吧 你交点钱吧 他一交钱 他觉得很重视这个事 是吧 一交钱了就重视了 不交钱免费的 他觉得啊 听一听就行了 他也不重视 你让他交个3880 6888 8888 他觉得他很重视这个事 然后你家里摆什么 还不能你自己摆 你得请我去给你摆 为什么呢 你不懂 你得请我去给你摆 还得选日子 还得我去给你摆 摆呢 你们家人还得都得过来 都得跪在那去 让你们家人跪 跪那去 你看 这他就觉得很好 他自己的心理得到 咱们讲 讲句实话 不能说完全没作用 有的时候啊 心理暗示是很重要的 那可能这么 忽悠他一段 他的自己有这么一个 心理暗示了 好像运气还真的往上走了 这个是有可能的 但是毕竟从佛法的角度来看 这个不是真的东西 这个是从咱们向上来讲 是一个假的东西 它不是真的 但不是完全没作用 有的人呢 他自己心里边 成天不想好事 所以他的运气越来越差 你给他忽悠他 这么搞这么一大痛 搞完了之后 他说我这回运气好了 我这回绝对行了 他成天这么想 搞不好还真的运气越来越好 这是有可能的 是心理作用 但是呢 那个忽悠也是真忽悠 那是真的忽悠 你甭管让烧这个也好 整那个也好 动不动什么 弄几根馅儿缠哪 干嘛的 又这那的 又给你蒙脑的 又干嘛的 是吧 拿个大骨 又一会儿 对一会儿又送童子 一会儿又干嘛的 一会儿又给你们送什么 什么补财库 是吧 补财库还银债 你补财库都补他兜里去了 还银债都还给他了 都是欠他的 你说你还银债 你明明欠的是银的 谁是银呢 到了半天他就是银 还银债就是他就是银 还去还给他 钱都给他 是吧 所以你下回你就问他 所以下回你就问他 你说还银债 谁是银呢 你就是银 是吧 因为钱交到你手里了 还银债嘛 把这债还给银 你就是银债本银 补财库给谁补财库 我说给你补财库 给我补财库的 你给我钱呢 怎么补财库 把这个财库往你兜里补呢 怎么补到你兜里去了 是吧 合着不是给我补财库 我感觉是我 我给你补财库 这叫什么呀 相粗易变 现象界上很粗 众生因为愚痴 只能看到像现象上的东西 所以呢 真的这个佛法 它是讲智慧的 让你自己去品 去餐 去悟 最后自己正德 那邪法 邪说呀 巫婆神汉 忽悟忽悠人的骗子呀 他就能够在相上给你搞出来 喜欢搞相上的东西 那这个迷惑众生还是很厉害 那迷惑众生 那是愚痴众生 有智慧的众生 他就迷惑不了 所以呢 就看你自己的个人智慧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想说 有的人说 于老师啊 谁谁谁 好像好久没来了 我说学习不学习都是自己的事 来也是你学习 不学也不是我的损失 所以就看你个人智慧 你比如说有的时候 你们有人背后说你的坏话 如果说在座的各位 于老师我是新学子 您给我点钱补补财库吗 我这没有这个项目 没有这个服务 你去找那个巫婆神汉问问 他们那估计有补财库这个项目 你看他们能不能给你点 还是你给他们点 你们去研究 咱们这呢 讲的是佛法智慧 没有补财库这个服务项目 我这既没有补财库 也没有还银债 也没有烧大船 也没有摸脑袋 也没有看相 也没有看相给你看什么的 看事的都没有 你喜欢 你愿意 那你去找这个 找这个 有那巫婆神汉 有干这个事的 那我这没有这个服务项目 所以真的 你要想补财库 你就多行布施 自己真心的去进行这个财布施 法布施 无谓布施 你这个财库才能补 不是你找别人给你补 而是你找别人给你补 你说于老师 你给我补补财库 你给我点钱吧 我能给你多少钱 第一个我没有钱 其次呢 我给你的钱 有花完的一天 那也不叫财库 什么是财库呢 财库得能源源不断的 有持续性的这个 这个钱财 那才叫财库 我能给你三十八十 一百一万 那都有花完的一天 不能叫财库 所以你要找财库 一定是自己不施 你自己行财不施 法不施 无谓不施 怎么样啊 那才有源源不断的财 那个家叫财库 下一句说 姓密难明 明心见性 了因了道 这个行而上的本性是什么呢 是非常奥妙的 但是它不是秘密 真正的佛法 绝不是什么秘密 有人说了 那于老师呢 为什么这个西藏 有这个秘法 秘宗呢 西藏的所谓秘宗啊 是因为在以前呢 有这个灭佛 在这个西藏产生了 有这个 有这个当时他们 那个皇上 皇帝 或者说 这个有这样的 当时的统治层 他们有这个灭佛 所以不让他们传播佛法 于是很多人就秘密传教 很多佛教徒都是秘密学习 因为不敢明目张胆地学 所以大家就偷着学习 然后就叫秘法 秘密教 是秘密的 是传教的方式秘密 但佛法怎么样啊 佛法它并不是秘密 佛陀讲法四十九年 就是想让大家都听明白 反反复复的 掰开了揉碎了 怕你不懂 所以佛怎么还能留一个秘密呢 如果佛陀还要留秘密 那他也就不成为佛陀了 所以秘密难明 这不是秘密 是因为他太高深了 很多人因为智慧不够 难以明了 但本身佛法是没有秘密的 随转处而莫知 一般人都是跟着现象转 普通人呢 一天到晚跟着自己的思想 情绪 拿去转 或者今天有点感冒 身体不舒服 脾气大 有的人学佛也有大脾气 而且很多学佛的圈子很复杂 我总跟咱们在座的各位讲 不要把佛友当朋友 咱们大家聚在一起 就是来学佛的 不要把佛友当朋友 有的时候看到那些人在一起 真是可怜 在一起 他要看他的脸色 他要看他的眼色 他还要察言观色 他还要说这个 说那个 最后全是人我是非 有的人学佛也有大脾气 你讲他 他说怎么不好呢 所以 大部分人 凡夫 99%以上的 99.99以上的凡夫 是跟着转处而末之 跟着现象转 自己不觉得 随静而转 有的人感觉好像挺清静的 实际上是吃少了 日中一食 然后很清静 胃肠消化系统得到了清理 精神也舒服了一点 心静很清静 你到寺院去吃的很少 完全吃素食 你会感觉好像清静很多 感觉大有进步 其实这也是跟着现象转 从本体上来说 这和你平时大鱼大肉 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你不要认为 你不要认为说 吃素当然要比大鱼大肉好了 那是仍然从现象界上来说 从本体上来关照的话 那是一样的 吃鱼吃肉 你就感觉很油腻 吃素吃得少 你就感觉很清明 实际上这还是现象转的 跟本体都没有关联 就好像你去贪 有的人贪财 有的人贪色 有的人贪古董 有的人贪清静 从本体上来看 贪清静的贪 和贪财贪色的贪 是一样的 在本体上来看 你说我不贪财不贪色 我就喜欢住个茅棚 看风景 在本体的角度上来看 跟贪财贪色一样的贪 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现象上的转 所以有的人觉得 我在这个我喜欢清静 我喜欢怎么着的 那我就比别人高 我比别人高洁了 我比别人 这个更高雅了 实际都没有 你还是现象上的转 从学佛的现象界上来说 的确更好一些 注意 现象界上来说 从咱们学佛上现象来说 我肯定告诉你多诵经 多吃肉 少吃肉 要清静 要诵经 要念佛 我肯定会这么讲 但这是现象上的转 如果是本体上的修行 根本异地上的 最高异地 了异的修行上来说 你贪这个清静 跟贪财 贪色没有区别 是一样的 所以那看你怎么讲 如果说咱们从现象界上 从世间法上来说 来跟大家去传播 那我们肯定要告诉大家 该怎么做 有哪些现象的事 咱们应该做 这样做 比那样做好 但一旦聊到了 像有名颜兽禅师讲的 这个随转处而莫之 讲到本体了 那一样 随转处而莫之 自己认为自己 好像比别人清静了 你也是在随着境界转 而自己没发现 一般人就觉得 只要我境界好 现象好 就认为是道 你好像现在觉得 你很清静 真的生病了 鼻子是扣上氧气 你境界全垮 你的意识 又跟着氧气走了 两个眼睛流眼泪 一下掉在了害怕当中 前路茫茫 你现在好像觉得很清静 因为你没遇到事情 没遇到生老病死 没遇到大事 一遇到大事又转了 那哪是本体上的 修行境界呢 本体上的修行境界 观照都一样 你是生啊老啊病啊死啊 清静啊 贪着呀 什么都是一样的 所以真要测验 就是你人生 遇到大事的时候 才能测验出来 这都叫随静而转 在照时而方聊 那具体怎么修呢 咱们怎么达到这个境界呢 随时的反照自己 随时反省自己 我们真修行人 要随时的反省自己的境界 这个境界是生理影响 还是心理影响 我看有人说 我什么都不贪 因为我什么都有 那你就贪一个怕失去 因为你什么都有 你不能失去 失去了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你还贪 你贪一个怕失去 不要动辄上来 就认为自己说 我什么都放下了 我什么都不贪了 我什么都不怎么样了 不要这样随便的 给自己下定义 你什么都不贪 因为你什么都有 那把你的什么都有 都拿走呢 你又什么都贪了 你的贪与不贪 在本体上来说 和外面的现象界 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你有钱人 你说有钱 我什么都有了 我这有的是钱 我富有的很 我才不贪你那个东西 给我我都不要 是的 因为你有 但是你还怕失去 没有的想要 有的怕失去 那一样是贪 有区别吗 没区别的 拿走给你 我不要 那你拿来再说 先拿来再说 不是嘴上说说 所以我们要随时反省自己的境界 那是生理的影响 还是心理的影响 有的时候是生理上在帮忙 比如说吧 这两天精神很愉快 精神很饱满 觉得自己俨然是一位有道之士 其实那也是那几天生理比较健康 使得心境好一点 有的时候心理上呢 偶然瞎猫碰到了死耗子 撞到一点道理 影响生理上也轻松一点 如此而已 那也不叫真见道 学佛就是要随时的反照自己 在照时日而方聊 心经有这样的 心经讲的就是这个用功的关键 观自在菩萨 告诉你照见五蕴皆空 是智慧的朗照 不是说我们把眼睛闭上 拼命的往里边照 你想照到五蕴皆空 你在那吃力的玩 玩累了一样起烦恼 这个不是照 真有境界的人 那是怎么样啊 任何境界来都可以自我反照 都不生烦恼 如今不见者皆被三祸心迁 六尘静患 不知静缘是我 翻成主被客迷 但能随留德性之时自然无祸 永明言寿写这本宗敬录的时候是在宋朝 宋朝的时候跟现在也一样 一般人为什么不能明心见性成道呢 就是因为怎么样啊 皆被三祸心迁 六尘静患 通通都被贪嗔吃三毒的这个心理作用 牵着走 虽然用功修道 没有反省自己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 或者是好奇 或者是有的人对世界恨透了 有的人好奇 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 好奇来的 那属于是愚痴 对这个世界失望了恨透了 这叫称 有些人想要神通 想要长生不老 那也是贪 所以咱们先反省自己的动机 究竟为什么检查清楚 这就是照 照是在念头上照 不是闭上眼睛想要看到自己的五脏六腑 一般人为什么不能明心见性呢 动机上不正 一开始的动机就有问题 皆被三货心迁 贪嗔吃来的 想要求道 想要求道 奔着这个贪嗔吃万仪的心来的 其次呢 就是被六尘净患 有的人坐得好好的 坐着打坐打坐看到了光 你坐着闭上眼睛看到光 那又如何呢 跟你睁开眼睛看到太阳光 看到灯光 不还是一样吗 那也是静 也是外向 闭上眼睛看到的光和睁开眼睛看到的光 都是外向 都是在被外面的境界转变了自己 所以闭上眼睛看到光 觉得哇好美哦 佛不再感应了 还是在被外向所迷一样的 换句话说 都是着相 被这个外境的现象给牵引 因为在理上不透彻 不知静缘是我 不知道一切境界都是自己变的 有的人打起坐来看到红光 那是你身体内部有炎症 看到绿光更是有大病 红光绿光黑光都是生理的反应 不要稀奇 有的人看到光以为自己正到了什么天眼通 有神通了 有的人动不动这个通那个通 能给人看前世 给人讲因果 给人干嘛 最后死了之后 骨头都化成水 骨灰都化成水 骨灰骨头渣都不剩 所以怎么样啊 不行了 跺到地狱去 所有我们看到的外相 你要明白静缘是我 你看到的所有镜像 幻象都是因为心理和生理互相摩擦而显现的 比如静坐 静坐你心里面想静 但是你身体血液还在动 你气机也还在变化 心肝脾肺肾有毛病 那个毛病也还在 心里面静而身体内部本能有变化 血液流动甚至流得更好 因为平常用心 血液被思想障碍了 不大用思想的时候 血液流得更顺畅了 当它通过身体某一个部分 或者脑细胞脑神经 或者心脏某一部分有毛病 血液就像水管流到了这里 这地方有堵塞 要把它通开 通一下通一下 心理意识感觉 然后发生摩擦 就好像看到了光 有些人觉得很神奇 或者没有点香 却闻到了香味 这一点在宗教的教育上 有一点好处能鼓励人 鼓励你 哎呦修得不错 可以啊很好啊 菩萨有感应了 好好继续修吧 从教育法上来说 宗教教育法上来说 咱们鼓励别人 但实际上你说你没点香 闻到香味 香从何处来呢 人体内部有香有臭 从医学道理上来讲 如果人整个从内而外 都是健康的 当然没有一个人 是绝对健康的 真健康的人 一体不臭 是香的 口水也是香的 那为什么咱们很多人 都是有口臭呢 张嘴接触了空气里的细菌 香的变臭了 汗也不一定是臭的 和空气中的细菌接触 发生了臭味 所以人体内部 胃啊脾啊 慢慢调养好了 修养好了 到了某一段时间 反而闻到了内部的香气 但是调好了 闻到了 静缘是我 一切境界都是我的变化 我自己的变化 一般人学佛用功 喜欢被境界欺骗 学佛也是在被境界欺骗 没学佛的人 也是在被境界欺骗 学佛的人 反而对境界这件事啊 还更执着 境界一来 认为自己有道 哎呦 好啊 好清静啊 要好好保持住啊 你保持得住吗 呦 没了 没了想找回来 早又找不回来 有的时候你偶然感觉 有的时候偶然感觉清静 也是瞎猫撞到死老鼠 以为是道 其实不是 教育法上 我们鼓励你 好啊 你继续努力 这样很好 这是教育上的诱导 但是呢 你不能被这个境界骗着走 那如果就是被境界所骗了呢 翻成主被客迷 主观的被客观的轰跑了 把客的境界当成了主 大家都是在瞎搞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但能随留德性之时 自然无惑 如果能够顺其人性 而知天性 顺其天之性 而知诸佛自性 一切众生的自性 顺留明心见性的时候 彻底大彻大悟 那才算是大智慧的成就 没有迷惑了 否则的话 都仍然在迷惑当中 修道 学佛 也被佛 被道 给迷惑 我是鱼雷 下集再会 鱼雷作品 鱼雷作品